我们现在进入那个第六课 reflection of light 然后reflection是光的那个折射 OK 这个是光的折射 OK 在这一边呢 其实我们 在讲这个东西之前 我们有一点点的前沿 就是说他在KBSM的时候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这个 5点 这一个这一个其实是5点2 他5点1的时候呢 他是那个reflection of light 就是光的那个反射 OK 光的反射 就reflection of light OK 然后就光的反 光的反射 然后可是他现在没有放在你们这一边了 为什么他没有放在你们这一边了 因为 他 他在form1到form3的时候我不懂是form2还是form3还是form1有学了 所以 他的那个physics那边我发现到就是说 form1到form3他有学过的东西 他就直接在form4 放进去里面了 OK他就不重复了 然后 以前这个是第5课 然后现在变成第6课 OK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以前的那个form5 chapter1是wave 然后现在变成了这个form5 chapter5 OK他们其实这两课第5课跟第6课之间呢 他其实是有 关系的 OK like呢 他是属于wave的一种 然后在wave的那边我们学了四样东西嘛 就是reflection,reflection,deflection,interference 所以在现在的这一个部分我们也是要把这四样东西 再重新学一遍 关于光了 对 好像只有一个罢了 然后 但是这一边他就是reflection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的那个 看 我看得到这个笔的原因是因为有光线 进入我的眼睛嘛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笔放进去里面的时候你的这一边 他不一样掉的地方好了 他好像断掉去别一边这样了 然后可是事实上是因为光的折射 导致我们看到的那个是 移掉位置的 就好像这一边 这一个 我们放那个prism在这一边 然后他的这个笔 他就 你拿掉的时候它是直的 你放上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它是这样的 So image of pencil appear bent in the glass block OK 它有一个glass这样 So这一个现象呢 叫做 reflection of light 光的折射 然后他 发生呢 是因为 changed in velocity of light when traveling through medium of different optical density OK So这一个叫做 reflection of light 然后他的发生的原因是 changed in the 那个velocity of light when traveling true medium of different optical density 就是说他的那个 density是不一样的 然后 他就会 导致他的那个 被 折 折射 OK 折射 被折掉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 他的那个 在 less dance的时候 就是说他的dance 增加的时候 越重的情况之下 他就 他的speed呢 就越慢 OK 然后越dance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那个 越dance的情况之下 他的角度就越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在空气里面 OK空气跟vacuum 我们当他是e 那一种 然后 其他的都会比他重了 都会比他dance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角度会比较大 然后他的那个角度呢 是to the normal 距离normal 这一条线呢 to the normal的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 这一个 他的dance 比较小 所以他的 angle比较大 然后speed比较大 然后他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他就进去里面了 不要靠近了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其实也有一个normal的存在 然后这一边呢 这个是我的r 这个是我的i OK 我们要弄清楚i跟r的那个关系啊 然后i的那个角度呢 是在 那个空气那一边 OK r是在object里面的 OK so你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来 看会 如果你是空气跟东西之间 i是在空气 然后i是在 那个空气 r是在那个medium那边 OK 如果他不是空气跟 跟另一个medium的话呢 我们会用data1 data2 等下我们会讲到 但是当他是空气跟medium的时候呢 我们的i跟r呢 是空气的是i medium里面的是r 这样 OK 然后optical density is not the same as the density which is defined as mass per unit volume so这一个density呢 是在 别的那种普通的那种object的density 然后在我们的optical density的话不是 OK 所以for example density of oil is lower than that of water cause it to float flat on the flat on the surface of water flow在水面上 然后 optical density of oil is higher than the optical density of water 可是他的那个optical density 又 不一样哦 如果比optical density的情况之下呢 是油的optical density 比 那个水的optical density 大 OK 所以他density跟optical density 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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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